大家好,我是雨林老爬 今天我們來六龜走甲甲谷 甲甲谷我曾來過兩次的樣子 這次順道又特別再來一次 甲甲谷是個蠻漂亮的一處峽谷 可是知道的人並不多 所以我這次特地拍影片 告知大家來探訪這個美麗的幽谷 很值得過來看,真的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現在要去甲甲谷 甲甲谷這裡有停車場 它的步道口在這裡 可以選擇用溯溪的方式或走陸路的竹筍路 都可以到甲甲谷,甲甲谷是一個峽谷 我們這次先走陸路,等一下回來再走溪路 現在走過來的大部分是竹林路 這裡有人在耕作,所以路徑還是OK的 這條小徑當地的筍龍都有固定在維護 甲甲谷我之前也有來過一次 可是它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又沒人來了 它裡面有一個十八羅漢山的那種地形 形成的峽谷 還蠻漂亮的 來到這裡有一處廢棄公寮 這裡應該也是沒辦法再住了 我們再順著小徑走 從公寮走過來沒多久就會下到西床 會下到西床 我們再順著西床上座 目前這條西是沒有水的 它的水都潛流到地底下了 要走到蠻進去的才能看到水源 走過來就可以發現這裡已經開始有水滲出了 這裡就是十八羅漢山比較特別的 這個地方 這裡就是甲谷的峽谷 這個峽谷還蠻漂亮別緻的 這個峽谷還蠻漂亮別緻的 我們這次會走到它峽谷最狹窄的位置就不再前進了 這個峽谷我之前有來探過一次 走到最收縮的地方 走到最收縮的地方 在過去就沒有東西可以看了 走這裡就算是小型的溯溪路線 還蠻安全的 右側這裡有一棵克蘭樹 就是剛才我們在雙樹仔福德池看到的那棵樹 我們看山壁那裡有以前養蜂的蜂窩 可能現在沒在養了 沒看到蜜蜂飛來飛去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小瀑布 一座小瀑布 一座小瀑布 這個瀑布的水量沒有很大 我們再續著小溪續行 這裡已經開始是峽谷了 印象中好像快來到峽谷比較窄的位置了 它這裡的地形很像那個混泥屯那種 鹽子啊 這裡的景觀還蠻漂亮的 很特別的一個峽谷 夾夾谷應該是屬於秘境級的 這裡也是不建議午後雷震雨過後 來走 因為它這條溪還蠻窄的 如果漲大水的話 可能會來不及閃避 我們可以看到前方的小峽谷 就是甲甲谷的最小的位置 最窄的位置 那裡就是我們今天 小甲谷的終點 這裡 這裡目前水還蠻淺的 我們走過去 因為我穿雨鞋 走過去還蠻簡單的 這裡的光影看起來還蠻不錯的 這裡是它最窄的地方 這裡還在滲水 這裡還在滲水 這裡有個蠻深的 我就不太想過去了 過去可能我整個腳會濕掉 我沒有穿涼鞋來 所以就到這裡就好了 我記得在過去也沒有東西了 各位觀眾大家好 現在我們今天來到了 甲甲谷最小 它的峽谷最窄的位置了 這個峽谷相當的狹窄 我們來繞一圈看看 大概比較一下 這裡就是甲甲谷的終點了 這裡就是甲甲谷的終點了 再走過去也沒有什麼東西了 沒有走過 所以我們以這裡為終點 等一下我們再沿路走回去 好了那我們就圓路撤回吧 這個峽谷真的是蠻漂亮的 你摸開來? 可以? 我跟甚麼都說 甲甲谷這段峽谷還蠻漂亮的 我是建議大家有空可以來嘗試走看看 甲甲谷雖然是蠻漂亮的 可是我不太建議下雨的時候來走 因為它那裡如果有洪水爆發的話可能會逃避不及 因為它峽谷蠻狹窄的 我建議走甲甲谷的時間是早上或者是秋冬枯水期 如果你要夏天夏季來走的話雨水期的時候來走 我是建議不要午後 因為有時候午後會有雷震雨 不過這條峽谷還蠻短的 應該來回大概30分鐘之內 不過我們還是一樣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我們回到竹林這個位置了 我們回程的話我打算沿著西床再續行 不走陸陸 如果你不想走西床的話應該就是從這裡上切上去 可以看到正前方有一座廢棄的鐵皮屋 那是很容易辨別的坐標 我走這個西床看看 走西床也沒有很遠啊 下次就到了 這個西床下游這裡還蠻 它沒有水跑出來啊 水都滲到地下了 要到我們入口那個地方 水才會再滲出來 都浮了了 快接近出口的時候水就會冒出來了 再經水又經過一段過濾 還蠻乾淨的水 好了這我們就回到我們停車的地方了 夾夾谷的探索就到此結束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謝謝大家